胡思乱想 这是一期闲聊的节目 闲聊的节目 跟我们通常的胡思乱想节目 有什么不同 通常一个胡思乱想的节目 我不讲是闲聊的 那它就是有一个主题 中间有一个逻辑过程 最后呢 总有某一个结论 我讲闲聊 就是讲 我只是开个头 随便聊 聊到哪算哪 时间是唯一的限制 那么你想 你这样子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不是的 闲聊我选择的题目 或者是选择的这个话题的头啊 往往是我觉得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呢 我没有现成的答案给你 并且我也认为 不会找到一个答案 那么我闲聊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大家能对这样一个问题 引起思考 最好的话 我们能够在节目之后 继续的讨论 这就是我希望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呢 我在这里头 没有什么逻辑辩证的过程 因为我没有什么观点 能够兜售给你 我自己都没有成型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今天 我要跟大家闲聊什么东西呢 闲聊成功 究竟什么是成功 我们有一大堆的所谓的成功学的东西 好像有完整的理论 经常我们都看见非常年轻的人生导师 去教那些年老的 在人生道路上迷途的人 重新寻找人生的感觉 有很多人试图用自己的经历 来解读什么是成功 更有人在成功之后 把这种成功包装一番 卖给别人 好像成功是可以卖的一个东西 甚至有人可笑到讲 成功是可以付资一份卖给你 只要你出的钱足够 我呢 向来是怀疑 成功是可以付资的 因为我见过的名人 或者是我学习过的人 或者是我研究过很多传记里头的人物 我发现没有一个完整的成功的公式 我想任何人不可能通过数学 来找出一个所谓的成功的方法 或者是开一个成功学院来培训大家 你交再多钱都没有用 人呢 是极其复杂的 你想想看 通过一个DNA 就能检测出人的不同 77亿人 那DNA检测的只是人的肉身呢 你再把人的思想加在里头 那就完蛋了 没有任何两个人能够是一样的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环境 他也会表现的不一样 甚至会自我矛盾 自我否定 所以我相信成功是不可能复制的 因为本身就没有一个可供复制的母体 你讲怎么去复制 复制谁 当我发现成功无法定义之后呢 我就希望能够理解成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最近几年呢 我越来越觉得成功是一个内心的主观的感受 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 你不能通过某种像KPI 或者是指标样的东西 来定义什么是成功 不能像我们简单的到医院里头 做几项化验和测试 就能定义你得了某种疾病一样 成功没有办法这样简单的衡量 你有飞机算不算成功 你有邮轮算不算成功 你成为村里最有钱的人算不算成功 你做了村长算不算成功 所以这些外在的指标啊 肯定会有人讲这是成功 而说这些是成功的人 往往都低于现在他衡量的这个标准 所以他才会讲那个是成功 如果我是村里头最没有钱的那五个人 我一定会讲成为村里头最有钱的人 那就是人生的成功 那些老是找不到老婆的人 他讲结婚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所以你看成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而且所谓的成功有很大的相对性 当你是个普通村民的时候 那个村长在你的眼里头就是人生的成功 但是村长可不这样认为 当他碰到乡长的时候 那个乡长比他年轻十几岁 人家已经是乡长了 他觉得自己人生太失败了 而你能不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乡长碰到县长和省长的时候 他心里头是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我刚才这一连串的例子 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意思 没有一个简单的量化的指标 可以定义什么叫成功 你达到这个数字 你就成功了 就像糖尿病一样 你到了这个数字 在这个区间 你就是二型糖尿病 成功没有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既然没有一个外在的量化的指标的话 我就开始试图通过内求的办法 看看能不能够寻找到某种答案 我刚才讲了 我近几年越来越觉得成功 是一种心理的主观感受 也就是说你自己感觉到成功了 就成功了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主观 有点RQ 我试图给你解释一下子 我为什么讲这些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呢 就像幸福一样 你觉得幸福就是幸福 我们都会讲这个话 幸福跟金钱是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在某一个特定场景底下的幸福感 不见得完全由金钱来决定 人们对成功的感觉也有相似的地方 人是由精神层面活动的动物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幸福是一种感觉 成功也是一种感觉 我体会到成功不是一个短暂的 临时的一种状态 如果某一种你感觉到成功的状态 无法持续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 那是一个非常潜表型的 某一种虚荣的东西 比如说你发现周围的人都比你穷 你一下子觉得自己是成功人士 这不是那种真正的成功的感觉 因为下午你环境 周围全都是比你有钱的人的话 你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这个社会 有很多人用世俗的眼光或者是标准来讲 他们应该算是成功人士 社会精英 但是这些人生活的并不像你想象的 那么幸福和快乐 因为他感受不到一种真正的 内在的成功的感觉 他只有在和比他差得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能感觉得到那种短暂的成功和满足 一旦他归于他的圈子和环境 他又没有任何的幸福和成功的感觉 为什么 没有人是愿意在一个小区里头成为最有钱的人 因为一个百万富翁 他一定要想办法挤入一个千万富翁的行列 而一个千万富翁 他一定要想办法挤入一个亿万富翁的那样一个环境 所以这些人他的环境永远都给他造成一个巨大的压抑和挑战 他的当下不会有成功的感觉 他的成功永远都在远方 在他乡 不在当下 反过来讲 如果你有个强大的内求的能力 你完全有可能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精神世界 你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客观标准去跟别人比较 我今天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 就是成功呢 跟一种成长有关系 而成长是一种持续的过程 你在成长的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 都能体会到那种成功的感觉 是一种绵长而持续的感觉 不是一个短暂的状态 而这种点点滴滴的成功 随着时间的积累 一定会投射成某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准 比如说金钱上面 而所不同的是 这种成功是每天发生的 点点滴滴的 你能切实的感受到的东西 这种点滴的成功会逐渐的塑造一个强大的自我 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你会对别人的评判 不会太过在意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你自己能够切实的感觉到自己每天在成长 并且你不用多么聪明 你就知道如果你按这种成长速度下去的话 三五年 十年 你一定在某一个方面会出类拔萃 再不济 你也应当比一般的人优秀不少 也就是说你的谋生应该不成问题 所以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你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每天能感觉到自己精进 你的将来的前程和财务上面的安全又没有问题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比这样子的计划能过得更加的充容和扎实呢 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描述的一种绵长而持续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也就是说你不是在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上 而是你每天都已经在成功 这种成功通过什么来实现呢 通过每天你能切实感受到的点点滴滴的成长 以及你每天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 这种成长可能是缓慢的 但它是持久的 它是稳定的 它是有生命力的 到最后你自己就是涌动机 不需要别人整天给你擦充电宝 偶然给自己滴几滴滴沟油就能解决问题 你的人生会过得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明白 不会过得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有挫败感 你会递你自己做的事情充满着极大的热情 哪怕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是傻瓜一个 由于你找到了自己 认识了自己 而且有了自知之明 你不再需要外面的廉价的肯定和表扬 更不会被别人无谓的指责而困扰 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喜欢你做的东西 你享受这样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并且你毫不怀疑 将来你一定会比一般的人都优秀 这就是我试图描述的那种绵长持续的感觉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成功的感觉 这种成功不是将来的远方的一个不可琢磨 无法定义的成功 而是实实在在的 发生在当下的 即便是非常不完美的你 也能切实地感受得到的东西 我以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属于你个人的人生的成功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世俗的大众的成功 只有你个人的成功 你的成功应当由你自己来定义 你的成功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感受得到 这就是我今天对成功的认识和感受 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意见 欢迎你留言和私信讨论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